您心脏不舒服 您别紧张 这样您去京东大药房买点药 那儿的药什么都有 品种特别多 而且都是正品好药 您不用出门 您就用手机下单 然后您在家等着接收就行了 他们送货特别的快 还可以向专业的药师免费咨询怎么用药 服务特别周到 行 您要有什么问题的话 您就给我打电话 好吗 好嘞 再见 刘奶奶 刘奶奶 赵方哥 赶紧赶紧 别忙了 你快点快点的 干嘛我这忙了 停车场 停车场 你看看顺夫 你又在那儿乱停车 你赶紧把你那车挪开 怎么就是我乱停车呢 你等我说完了吗你 不是我乱停车 我的车在我的车位上停得好好的 是有一个车停在我的车旁边了 我现在是前面一个车后边一个车 那边是墙 这个是这个车 我有急事我出不去啊 还有人敢堵你的车 是呢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咱们小区谁敢堵你的车呀 只有你堵别人的车 你赶紧擦一擦 你让人走 走走走我过去看看去 等一会儿 说话 啊 堵你那个车是不是一个黑色的卧车 对啊 黑色的轿车啊 啊那我知道了 那没事那没事 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回去 那个车已经开走了 是吗 你听我的你回去 别着急了啊 那是我让他停那儿的 你说一声 哎 站住 你你刚才说什么 我刚才说 我说你 别着急 不是这句 下一句 下一句我说的是 啊 那是我让他停这儿的 你怎么能找到的 怎么了 你凭什么让他停在我的车旁边呢 哎呀 顺芬 你听我跟你讲是这样的 咱们小区啊新来了一个业主啊 这不是新来吗 新来的 咱们物业还没有把那个停车位给人家安排好 今天呢 他就临时来一趟取一个东西就五分钟 我说这样的 你就停在这儿吧 这儿没事 凭什么凭什么 你看 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问你 我说你今天还出去吗 你说你今天不出门 我就让他停这儿了吗 哎呀咋的 我现在出门都得向你汇报啊 别忘了赵刚的 你是我姐夫 不是我岳父 你凭什么让他停在我的旁边啊 你停别人的旁边不完了吗 你停别人旁边不行 别人万一走呢 对吧 停你这儿没事 咱俩不是亲戚 你不是我妹夫 你打住 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 啊这个赵刚子正能量的代表啊 我就是他的衬托啊 我告诉你赵刚子 你在物业你能当上这个副经理 啊 你 就是踩着我的影子 抓着我的脖领子 踩着我的肩膀 抛着我的头发 我就是穿上地的你 气死我了你 你你直言这么生气吗 哎呦我气得我心脏都不舒服了 啊真不舒服啊 不舒服 你要不舒服 我去京东大药房给你订点药啊 我再说了 他那车没地方停 就完全可以停在外面嘛 在小区外面 那不远的地方就有个停车场嘛 顺芬你这就不尽人情了 人家就停五分钟 停在外边那停车场 他不得花钱嘛 怕花钱别买汽车呀 买个自行车 蹬着来不就不花钱了吗 哎呀那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对吧 你这来回一走就得四十分钟 你不值当的 走走路怎么了 啊人长着腿不就是走路的吗 不是我发现你是有毛病 行了啥也别说了 这个事必须给我道歉 道歉 哎呦我发现你真是有毛病 我真应该去京东大药房 给你订点药去 行行行行 我给你道歉不就完了吗 好吧对不起 行了吧完事走吧 你生你回来 太好了 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 就这么敷衍我 对不起走吧走吧走吧 你对别人怎么不这样啊 就你上次四号楼周老师 我的车就堵了人家这么一小会儿啊 让我到人家家去给人道歉 道歉就道歉吧 还让我给人家鞠躬道歉 我可认真给人家道歉了 是不是你得讲道理 你那是堵人家一会儿吗 你堵人家四个小时 硬是这样的 我道歉 你也得道歉 道歉 行行行行 我给你道歉好吧 鞠躬 哎呦我的妈还鞠躬 好好给你鞠 行了行了 行了 可以了 来吧 行行行 给你道歉 道歉 钱盛峰同志 我作为物业副经理赵刚子 我办错了事 不应该让那个车停在那堵了你的出行 给你正式道歉 请你原谅 你态度还可以 行了走吧 你看 不来这一套 那个业主呢 那个业主不得给我道歉啊 哎呦我发现你真行行行行 我替人家道不就完了吗 道歉 钱盛峰走着对不起 哪儿出的事这是 什么我哪儿出的事 我出的事 怎么从这儿就弄的 人家那是个女同志对吧 我替他给你道个歉就完了 哎呀 好还是个女的 一定是个漂亮的女的 对不对 我可警告你赵刚子啊 你可是有父之父 钱盛峰你怎么也说这句话呢 我就说 叫过来 谢谢 我告诉你 你必须把他叫过来 我要当着人家的面 我撕下你那张面具 我叫过来给你道歉不就完了吗 必须道歉 还是个女的 喂 喂 哎 您好您好 请问您走了吗 我我刚到停车场 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是不是着急了 不是不是 是这样我有个事跟您商量一下 您能不能来一趟物业啊 就耽误您两分钟 有点急事 现在吗 对对对对 呃 那那那好吧那好吧 好好谢谢您 谢谢您啊 好我马上过去 好好好 看你这个小心 动不动没完没了 必须得来道歉 呦 打呀 哎 打的了 哎 钱盛峰 你今天怎么个意思 这穿着 什么意思这是 还扎上领带了还 这是精神 看吗 倒是不难看 你看这个酸脸猴的样 你看看他这会儿就乐了 干啥 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带着我一块做公益那个事 火了 电视台 要什么 要要继续的采访我 哪个电视台 辽宁卫视啊 好辽宁博播电视台 哎 哎呦我的妈呀 是不是啊 你没想到啊 你看见没有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嗯 就得做好事 对吧 做有益的事 你看你做了公益了 大家是不是都记着你 我听你的话了呀 我 我本来也是个好人 行行行 哎 大姐夫 哎 知道谁来采访我吗 谁啊 我告诉你 你都得为我骄傲 啊 林吴梅老师 林吴梅 是不是个主持人呢 知名主持人呢 哎对对对 这个名我很熟 但是我没见过他 哎你就是孤陆寡闻 请问这是物业吗 哎 哎 你好你好 哎 哎 你好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急事啊 哎 是不好意思啊 就是刚才您这个车停的这个位置啊 堵了一位业主出行了 那个我也向他道歉了啊 但是他那个特别希望您本人 那我知道了他不高兴了是不是 是是是 也是也是我不好 那这样吧 我给他道个歉 哎呀 那就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今天也的确是太着急了 是是是这样 我跟你讲其实道歉吧 完了以后呢 就不光是语言道歉 那个可能还得有点动作 就是您可能得给他拘捕个工 这 您就意思意思给他一点就完事了 哎呀 我今天也的确是太着急了 我们辽宁广播电视台要采访一位 青年企业家 啊 等会儿您您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 对啊 那您怎么称呼啊 我叫林乌美 你叫什么 林乌美 你别这么看着我 哎呦 哎呦 哦您是林乌美老师啊 是啊 来来来 您往前面走 您往前面走 那我问您一下啊 您今天是不是着急去采访一个叫钱树芬的呀 对啊 你怎么知道 你认识他 哎呀我太认识了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这就是咱们小区风流提躺的钱顺峰 哎呀 顺峰啊 你好你好 林老师你好 你就是钱顺峰 哎呦 钱顺峰是我是我是我 哎呦 今天太巧了 在这看着您了 真是太巧了 哈哈哈 刚才啊 我的车 是把您车给挡上是吧 嗯 是是是 我给您道个歉 对不起 哎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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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 你看你这话说的 为什么你要给我道歉啊 不是刚才赵 赵经理让我道歉 赵刚刚 啊 干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 要让林老师给我道歉啊 谁没点急事啊 干什么呀这是 哎 有急事人家停一会儿 就让人家道歉 道什么歉啊 不是我 你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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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 谢谢谢谢 这个事办的呀 哎呀 你看我刚才对她是严肃了一点 但是我们俩也不是外人 她是我的大姐夫 啊这我就明白了 你们俩是一蛋挑是不是 对 蛋挑 我还以为你俩刚才吵起来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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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这个大姐夫这个人啊 这不是一直在物业工作吗 是个副经理 马马虎虎 天天都是这样 在我的指导下工作 你看我工作很忙 我现在都去不了公司 整天在这个物业地盯着她 哎呀替她操心呢 天总啊 您真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人 对不对啊 哈哈 那我们的误会就解除了 不用道歉了 就是吗 你停个车怎么了吗 停个车 你完全可以停在我的车 为什么 给我打个电话 我挪出来吗 那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 怎么能停在你车前面呢 那外边有停车场吗 应该去停车场 有停车场 有 停车场 停车场不得收费啊 收费怕什么的 啊 买车还能没钱吗 没有钱买什么车 骑自行车呗 你看他这个人说话 他怎么做过 停车场到小区这么长的距离 来回就得四十分钟啊 那有什么呢 长着腿不就是走路的吗 那是你的腿 林老师是什么腿 林老师是走红毯的腿 你闭嘴吧你 我前走你太幽默了 这次采访啊 我们先到您的公司去采访 这样呢 我们电视台内的采访呢 也照常进行 还有呢 在物业我们也可以拍几个镜头 您看您方便吗 你安排的太周到了 一切听您的 那好那好 您等一下我打一电话 好好好 您忙着 哎 哎 哎 小毕 你到哪了 啊 你都到小区了 你这样的 你就到小区的物业办公室 哎 我在这等你 别忘了 带着摄像机 哎 好了好了好了 一会见 哎 林老师 怎么还有同事要来啊 对啊 我们摄像师啊 摄摄摄像师 对啊 还有摄像机啊 必须有啊 采访能不能有摄像机吗 啊 那个 要 林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 他吧 就是怕这个摄像机 他一见着摄像机 他他他他就紧张 这样 咱们先练习练习好不好 行 您坐 大姐夫 你你别走啊 我不走 我不走 其实我们这次采访啊 也非常简单 呃 就是您上次为这个社区好邻居做公益的这件事 是啊 在社会上呢 有一定的反响 我们蓝牧组呢 也想采访采访你当时您的想法是什么 呵呵 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 这个幸福社区 为什么这么幸福呢 其实啊 就是街坊邻居们都在为这个小区添砖加瓦呀 当然了 最大的那块砖 是我钱顺峰搬过来的 啊 读话说得好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当然了 烧的那最旺的那一捆柴 就是我钱顺峰啊 我钱顺峰有一个座右鸣啊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你说得这么好 赵总 赵经理 你看钱总说得怎么样 你什么表情啊你 你还有补充的吗 对啊 你补充 你说钱顺峰说我快 就是说哈 就是顺峰是吧 就是说咱们说 就是说还是说 对吧 就是他以后 他不该做的事呢 他也不知道是吧 但是啊咱们说相信以后啊 一定对吧 哎就是 哎 赵经理 我听明白了 您俩虽然是一旦挑 但是在语言表达方面 显然你比这个钱总差远了 哈哈 咱们钱总不光是说的好 做的还好 你说是不是 你是不是得在那儿好好学一学 哈哈 是必须得在那儿学 他嘴好 天老师我来了 哎 来 走 好 这就是我们要采访的钱总 你好 这是我们的摄像师 哦 我这就是 就是 哦 就是搬砖 哈哈 你看 一就是 柴火着了 我就是一个灯灯灯 他说他就是个砖 他说找了他爱乎一草一木 完了他是个灯 他就是照亮所有人 您就像刚才说的那样 不要这么紧张 没有关系 再来一遍好不好 来开始小碧 赵经理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他想上厕所 要是这块能用吗 这个不能用 回去再等剪 钱总 我看您是真的太紧张了 这玩意一开我就害怕 我看出来了这样吧 我们到您的公司去怎么样 那个地儿您环境也熟 人也熟 是不是 然后您能放松一点 好的 行 好 好